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继续这个hexo博客网站的建设 今天呢 我们给我们的网站去添加一个叫做sidemap 就是这个网站地图 那首先呢 网站地图呢 它是在我们网站这次当中是十分重要的 它不仅呢 可以给用户带来比较良好的体验 而且呢 更加有利于搜索引擎 还有这个爬虫的抓取 对网站的收入和关键词排名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以我当前这个网站为例啊 我的这个 网站地图是怎么样 那就是这么一个 xml文件 因为我这个网站地图呢 是放在这个网站的根部下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url来访问 嗯 这个网站的地图 可以看到它每一 每一个元素就是一篇文章的一个地址 其实你可以直接 转到这个地址 大家刷新出来的话 就是那一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啊 嗯 那我们这个其他就不多讲了 首先呢 这个要装 网站地图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插件 叫做hexo generator sidemap 老方法还是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来到我们的根目录 直接 安装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接下来我们是要编辑 我们要编辑工程的配置文件 把这 四句话给复制下来 呃 这边呢 有一个解释啊 就是这个pass 就是你这个 呃 网站地图对应的插面文件 它所在的目录 呃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模板文件啊 模板文件呢 我们 不去修改 使用它默认的模板文件 我们这里有一个默认的模板的 我们把它打开就行了 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看一下这边啊 这边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编辑一下 这时候呢 不是主题下的配置文件啊 而是我们这个hexo 原码目录下的这个配置文件 呃 我们找到这个 因为这边我已经修改过了 就是把咱们刚才这四句话给他复制进来 这四句话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给他保存退出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编辑一下 这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默认情况下呢 我在我们的 呃 原码目录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创建这个文件 呃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这个链接打开的这个内容 我们不去修改 直接使用它默认的把它全部拷贝下来 内容的直接复制到 这个提下去 可以了 我们内容里面不错修改啊 直接保存退出就行了 那这时候呢 再给他 坑一下 然后呢 再给 再给他重新生成静态文件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步呢 我们来确认一下 这个文件有没有 生存好啊 现在好呢 就是用我刚才这种方法 在你的域名 就是在你的博客网站的 根下去访问一下这个文件 如果有这个 跟我一样类似的输出的话 那就说明已经配置成功了 那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呢 对你有所帮助 帮忙点个订阅 然后点赞并记得分享 非常感谢